自7月16日起,美俄首脑会议开启。 全球著名杂志称,美总统力排众议,与俄走上友好道路。对于此消息,国外媒体认为,自冷战以来美俄国际关系复杂,但是今天美俄首脑会议,美作出与俄走向友好的姿态。 其中有很多原因,因为俄罗斯拥有世界属一属二的核武器储存,随着地球越来越脆弱,核武器的存在成为了最大的威慑力,所以国际关系友好化才是最好的选择。 小编认为,随着中国的崛起,美国可能也看不下去了,这才是美俄走向友好化的重要因素。 据资料显示,2016年统计,全球共拥有15395枚核弹头,比2015年减少455枚,其中4120枚为部署状态。 俄罗斯已拥有7290枚核弹头排在首位,美国有7000枚位列第二。 俄罗斯和美国总核,占全球核弹头总数的93%左右,说到核武器储存量,美俄两国占据了世界一大半的核武器,但是就此小看中国那肯定是不能的。 首先以洲际导弹来说,中国的东风系列洲际导弹已经非常成熟,东风41导弹重量为63.5吨,射程为12000到15000千米,最多可配备10枚核弹头,飞行速度25马赫,圆周概率误差为100到200米。 该型导弹采用分导式多弹头,西方目前的技术是无法拦截的,一枚东风41导弹足以抹平一个大型城市,所以重要的核武器的存在并不在于有多少,而在于存在即是威慑,早在90年代中古军费的主要花费,就在于核武器的生产维护,比如300多枚核弹头的制造储存。 每年的花费大概在100亿美元,所以对于处在经济复苏时期的中国是一件相当难的一件事,但是今天的中国的军费已经达到了1750亿美元,所以核武库的增长是必然趋势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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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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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